哇 驾车飞奔在这个邦家的路上 其实这条路啊 让小松联想起来 小松以前读过那个一本书啊 就是关于讲的南洋的事 那个时候华工被骗过来 到这个邦家 然后呢 就进这些西矿 当这个矿工 开始的时候 到来的时候都没有路 然后他们就是开路 把这些植被都砍掉 说不定像这条路就是以前 华工来到邦家的时候修的 像这些路 邦家应该大部分的路都是 那个时候华工修的 找这个西矿也不容易啊 他整天要泡在那个河里边洗这个矿石 把那个西矿挑出来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池子 就是有点像那种西矿的 现在小松就过去看一个这个 过去的西矿的这个蓄水池啊 就是找这个西矿这个地方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再开那么十公里左右就到了 这边这个树林都着火了 应该是 你看都变成黑的了 可是这边还绿绿的 形成一个对比啊 所以这边有火灾 你看 黑黑的 这边绿绿的 最近也是旱季啊 扔一个烟头就着了 现在走这个土路啊 哇 这个地方掉头没法掉头了 肯定得往回到了 我在这有狗的痕迹啊 我的妈呀 拿一棍吧 拿一棍吧 万一碰见狗 所以有点害怕了 这个就是过去啊 华人就是 华公就是在这找这个西矿 你看这还真的有狗 有狗在这玩耍 应该不是野猪 你看这个 这个西矿 一旦把它挖 挖这个 就是开矿啊 整个这个森林就毁了 所以种什么也种不了了 大家看 大家看 现在 可能这个就废弃了 应该就是 这个小松得小心 因为这个有可能会塌方啊 就这个地方 因为它不是说那种坚固的那种石头 所以小松也不敢往前靠啊 就变成这种蓝蓝的湖 这个水是不能喝的啊 它是从底下冒出来的水 没有人要废弃了 就是 过去的华人就是在这地方找着西矿 看着挺漂亮啊 晶晶剔透 像一面镜子啊 蓝蓝的镜子 实际上 实际上是多少条生命 在这就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是邦家的历史啊 邦家 邦家 不离动 历史就是这样啊 哇哦 路过这个墓地啊 你看这边的华侨 它这个墓碑啊 写的都是中文 你看 都是中文啊 可能很早以前的这些华侨 来到这个邦家 来到布里洞 那可能就一辈子也没有再回去 回到故土啊 所以他们就 在这儿啊 永远的长存啊